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北方有家人,绝世独立,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 外貌是人最直观的明信片 我们与人交往 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外貌 世界上,每个人的外貌都不一样 这也就形成了美与丑之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个人的面貌不仅能区分出美与丑 而且还能通过面貌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在俗语里面就有这么一句 男怕嘴小,女怕大逼 这句话从古流传至今 成为了许多人交友甚至是自偶的标准 那么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指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男怕嘴小 男怕嘴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方面有关于整体形象 我们都知道小嘴对于女生来说是梦寐以求 所以也就有了樱桃小嘴的来源 但是男生拥有樱桃小嘴可不是一件好事 在古代,人们是特别注重阳刚与阴柔之两个形象 人们认为男人应该以威武雄壮的形象为主 而不是像女人一样柔情似水 所以男人拥有樱桃小嘴就被冠上了阴柔的形象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娘 这种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在一些古代的记载中可以发现 那些将军或者武士都长着一张大嘴 而像太监,公公往往都是小嘴 而且在大嘴与小嘴的发音上 也有很大的区别 嘴巴大的人发出的声音都比较粗犷 而嘴巴小的人发出的声音比较细腻 这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男人小嘴不讨喜的原因 毕竟,在古代 主张男儿要有英雄气概还是很流行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于性格 在古代,人们通常认为男人小嘴性格刻薄、小气 而这个说法也是起源于古代的面相之说 面相在古代可是大有学问的 就好比生辰八字一般 一个人的面相往往能决定未来的走向 在古代那个崇尚玄学的时代 人们可谓是深信无疑 所以在谈婚论嫁的时候 面相也成为了重要的选拔手段 男人嘴小自然也就占不到什么好便宜 此外,在古人的眼里 嘴巴通常是跟吃饭联系在一起的 而嘴大才能吃得多 身体才会硬朗健康 而嘴小自然就没有优势 渐渐的,男人应该要嘴大成为了人们心中贯彻的标准 这也就是男爬嘴小的来源 但是,这个标准到了现在的社会却变了为 随着寒流入侵 市面上的明星偶像都长着一张樱桃小嘴 相比于猛男形象 暖男形男占据了上风 深得少女们的喜爱 而男爬嘴小在现在的社会就变得并不适用了 现在的对男人审美标准 已经从庄严威武变成了阳光帅气 这样看来,小嘴男人也算是翻身做主人了 二,女怕大鼻,古代的人都不喜欢长着樱桃小嘴的男子 更不喜欢长着大鼻子的女子 而且受古代人观念的影响 不时都是秉承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准绳 女性就是要娇小,清秀,温柔 古代女子无才便适得 对她们没有太多的恳求 所以也不需求女子在外奔波 性格也必须内敛 女人最怕的就是大鼻子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这是一种女性的悲哀 在古代,女人的位置就是弱者 以致是一种祸害 自古以来,都有一句话来形容女子的美貌 那就是祸害 就好比一记红尘妃子笑以及风烟袭诸侯等 关于女性 大多数人更希望她们是一种被维护和呵护的状态 但是前提是,这个女人必须像林妹妹一样 懦弱,美丽,让人有维护欲 假设是身体魁梧的女人,那就不需求她们的维护了 在古代,一般都是以女子娇小为美 包括当代也是如此 大部分男人不喜欢过胖 或者脸过大过宽的女子 而鼻子过大会造成脸部各器官之间比例不协调 中国人的审美观念讲究比例匀称 如果能够符合黄金分割比是再好不过了 如果鼻子过大会挤占眼睛 嘴巴等器官的空间分布影响人的审美直觉 当代人也是如此 在讲究比例匀称的同时 一般都喜欢高鼻梁 而鼻子过大会轻易造成她鼻子的现象 严重影响美观 这也是当代很多美容机构大力发展龙鼻业务的原因 毕竟有需求才有市场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说法 说女人的鼻子太大 会让人觉得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容易长反骨 这里的反骨并不一定是造反 阁皇帝的命的意思 古代讲究三从四德 女人必须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果不是是顺着丈夫 也会被人指责长反骨 这也许是因为女人鼻子大 追求高颜值是人类的天性 因此在不美的情况下本身就不怎么受自己男人待见 这样夫妻感情就不怎么好 天长日久女人就会给人一种不是世事服从丈夫的感觉 因此被指责为长反骨 在中国古代各种农民起义队伍中 虽然大部分都是男性 但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女首领 这些女首领本身就是蒸蒸铁骨 万里挑衣 加上女子看似柔弱 实则坚强的普遍性格 她们很少有反叛自己队伍 主动做投降者的 正因为这样 统治阶级抓住了女革命首领 往往都是冷酷无情处决 绝不留后患 同时给百姓以警示 比如残酷的清朝统治者 对于周秀英 王囊仙 修二娘等首领 都是采取了令人发指的当众凌迟的急性 在对女革命首领肉体上严酷对待的同时 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 还利用文字游戏 不断对他们污蔑和诋毁 鼻子大的女子长反骨 很有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得以出现 说白了 这就是一种对外貌的呆板印象 更多的是一种对女性的成见 当然 这种说法也就是在现代才有道理 放在古代就不行了 或许在古代 大家会犹豫一个人的长相 而对对方有意见 但是往常我们却愈加注重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人品 性格好的人擅长言谈 能为别人着想 相处起来不会很闷 会比较有趣 一个具有良好习气的女人是非常勤劳的 她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不是让人觉得邋遢 只需有好的性格 好的习气 才敢让我们有好的生活 常言到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我们的容貌是与生俱来的 相比这些带有批判性的俗语 我们还是要懂得欣赏自己 美貌可能在古代能给人带来便利 但是在如今的社会 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 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貌 就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而是要透过表面去了解他们的内心 这才是我们交友 甚至择偶的标准 我们从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的背后不难发现 他们的妻子都不会长有一张美若天仙的脸 但却有着吃苦耐劳 贤妻良母的形象 吸引一个人的如果是面貌 那么这种吸引是短暂的 只有两个人灵魂的互相吸引 才是长久的 所以交友也罢 择偶也罢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男爬小嘴 女爬大鼻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 在古代 可能一个人的面貌会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时事变迁 古代的传统思想 不能应用在现在的社会 面对这些俗语 我们只能一笑而过 而不能心以为真 每个人的审美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一万个人里面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有些人喜欢小嘴 也有些人喜欢大鼻 而这些绝对不可能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而评判人的标准从来是品行 道德与良知 总而言之 古语难怕小嘴 女怕大鼻 虽然反映了古代官人之道 但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适用 我们不应该以貌取人 而是要更加注重个体的能力 品德和努力 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和尊重 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无论外貌如何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富贵和幸福都可以实现 古人的智慧固然值得尊敬 但在现代社会 我们应该更加开放和包容 追求真正的平等和多样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